早晨,我是Shock,火焦之光幕限SS5 門楼高樂部,也即是年度版 已經推出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在這個星期中,我在網上看到很多人問不同的問題 但有很多都是類似的問題 所以在這條影片中,我會解答幾個常見的問題 第一個是跟流派碼有關 在網上我看到不少人都說 不知為何他們找到的 content creator 的流派碼都不成功 可能性是有幾個 先進來這個一鍵推薦的位置 然後輸入流派碼 可能性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當你輸入流派碼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代表你後面多了一個enter 你只需要拆掉它,理論上就應該可以 但在這裡再按查看流派 你會發現它是非法流派碼 原因是因為有可能在前面多了一個空格 又或者後面多了一個空格 所以流派碼必須要搞清楚前後沒有空格 又或者沒有enter這類型的東西 當你按查看之後 你就可以輸入流派碼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流派碼 可能在不同的模式之下所製造出來的 例如我玩獨行模式 我就沒辦法用到一般模式裡面的流派碼 關於這一點 我希望官方可以在下一個賽季 或者以後的更新裡面 令到不同的模式都可以看到其他模式的流派碼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你用上一季的流派碼 這裡你們都必須要注意 而第二件事是跟虛空星圖有關的 有很多人都說不知道到底怎樣可以令足92點的天賦點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按下去這個位置 你就會看到這個星神天賦 它就說我已經集齊了86 over 92 第二個問題就是有很多人都卡住了在這個位面監視者的天賦點 原因就是很多時候你們打完第一次萬屆之後 解鎖了時刻7 接著在打時刻7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角色的實力已經超越了時刻7 就去打時刻7.1或者7.2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如果打7.1或者7.2裡面的監視者的話 是不會拿得到這個天賦點的 你要做的就是必須要打回70 換句話說 我隨便去一個地區裡面 你打位面子的時候 必須要是時刻7的0克 而不是1克或者2克 這兩個都不會計算在內 然後第三樣東西就不是一個問題 只不過是很多時候 我跟別人說過之後 他們就會再反問我的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今季官方的新活動 就是傳奇願景 一個令到你可以更加容易入手到 你想要的傳奇裝備的活動 你要做的就是首先進去Menu裡面 然後在活動這個位置 接著在活動這裡 然後到轉奇願景這個位置 在這裡你就會看到 我已經選了三件我要的裝備 然後上面它就說生效時間是多少 這個時間純粹是過了之後 你就必須要重新設定 但是不代表在這段時間之內 你就鎖死了這幾件裝 如果你想的話 例如我現在不需要這隻鞋 然後我也不需要這隻戒指 我可能需要這個盲眼之士 然後可能我需要到另外一把弓的 這個無盡黃昏之弓才算 然後按展望的話 你看到它會重新在72個小時開始倒數過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去找到你需要的傳奇裝備 如果你是真的剛剛玩的話 你這一塊就可能會看到 全部都是灰燒還沒開到的 它會有一個level告訴你 多少level之後 它就會解鎖 你就可以開始找到這些傳奇裝備 這裡並不是所有傳奇裝備都齊全 但是有的任何一件裝備 都可以有傳奇之質 講到傳奇之質 就有很多人都問 到底怎樣才可以有傳奇之質 一開始你找的裝 特別是打低時刻的時候 就沒有任何傳奇之質 那些裝備通常都有這個icon在 這個就是不能交易 通常就像這條項鍊一樣 即使它是沒有任何傳奇之質 但因為它原生不是一件沒有資質的裝備 沒有資質的裝備 你就可以交易 有資質的裝備就會鎖你 除非那個資質是去到3或以上 這樣才可以進行交易 而那個資質 你只要去到時刻5或以上 其實絕大部分掉落的 都是有兩個傳奇之質 即是兩星 而至於傳奇之質 其實工藝起來都非常昂貴 首先原型製作 你不可以鎖一條池 而且每一次都會消耗10個可塑星 所以基本上每一次 你找到一條適用的池 你就盡量將它升級 假設這條池是適用的話 我就可以用一般的方法將它升級 但升級時也會靠大量可塑性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找一條可能已經是T2的池 將它升級為T1 或者T1的池將升級為T0 如果不行的話 整件裝備基本上就報費了 根據傳奇裝備有的升級數 如果是3或以下 你就可以原型製作一條池 4的話就可以製作兩條池 然後剩下的就是靠定向加工 加上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是比較穩固的方法 但要消耗的錢其實也不少 而且對你可能會想要的能力 是需要需求到物品等級100才可以解鎖 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非常多人問 到底在這一季裡 我們怎樣可以入手到物品等級100的裝備呢 在今季這些裝備亦都會被稱為真品 那你就要回到星圖那裡 基於你想要的什麼 就有兩個地方可以令到裝備 有機會掉落成真品裝備 這樣只要在時刻7或以上都可以掉落到 假設你想要的裝備是傳奇裝備的話 你就需要在第一個左上角這個圖示 就是傳奇裝備的圖示 你要加真品的話 首先直上3個這一點 就已經有17%提升真品的出現率 然後接著這條線向左走 再到下面這裏 總共有3點中型的點數 就會加真品的掉落率 而至於四個傳奇之質的裝備是怎樣掉落 就是在這裏 剛才中間這一點 向上走的這些點 都會令到你增加這一個 四條傳奇之質的裝備的掉落率 如果不是傳奇裝備 而是一般裝備你想要100 level 次序又怎樣找到 就是右上角這一個點 這個點這裏 它也有一系列的點數可以使用 首先這一個有機率複製非傳奇裝備 但如果你一直到達到這裏 就會開始變成真品的提升率 而且一直到達到這兩點 都是提升真品的掉落率 這就是你怎樣入手 非傳奇的真品裝備 而且非傳奇的真品裝備 它掉落的時候一定是稀有 而且必定自帶一條T0 次序 然後也有人問哪兩個叫做星群的有什麼特別呢 最主要這兩個都是用自己獨立的天賦點 換偶天賦星群 這個就是它自己今季機制獨立的星群 這個天賦應該是所有星圖的頁面都共享 即是你不需要弄幾次的 而且當你重置它的點數的時候 是不需要用到逆轉點的 而另一個就是上面這個天賦星群 它用的點就是紅色這些點 紅色這些點 入手這些點的方法 就是透過擊殺穿梭者 就會自動獲得兩點 在這裏 它就有四點比較特別 你就要選擇你想用哪一個 但是在這裏 如果你要重置點數的話 你還是需要用到逆轉點的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多人問的 就是一開始理解二界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一堆逆轉點 但是之後的逆轉點怎麼入手呢 就是在這個羅盤的星圖裡 你可以找到逆轉點的圖示 它就是位置於右上角這一條線 只有五點而已 這些全部都是當你殺了關卡裡面的首領 它就有機會會掉落一個逆轉點給你 而去到最後也有人問 到底即時完結 和去到地圖尾那裡 按那個獎勵台 有什麼分別呢 最主要的分別其實就是在乎於 在這個星群裡有沒有點到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當你按了最後那個獎勵台的時候 它就會將你的階級提升一級 就是好像現在我就是B級 按完它之後就變成A級 但是如果你是打著途中的時候 已經去到SSS級 你又拿了所有的齒輪了 你還有沒有必要走過去的獎勵台呢 其實是沒有的 你可以即時完結拿到同一個獎品 而且如果你有今季賽季的契靈的話 它也可以在你任何情況之下 即不論是按過獎勵台 或者你自己提前結束去 又或者時間到完結的時候 它都有機會會觸發得到的 以上就是這一段時間裏 我收集得到的常見問題的答案 如果有興趣一起吹噓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就這樣吧,拜拜